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都1800多名大学生 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游泳活动 男子1200米 女子600米 他们顺利地游玩了全城 广东东莞县道教公社 是个水网区 群众很喜欢游泳 这里被称为游泳之乡 不论男女老幼都参加游泳 连五十多岁的老人和几岁的小孩都坚持锻炼 武汉部队某部侦察连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干民兵连 武装横渡长江 在风浪里 在逆流中锻炼真本领 锻炼勇敢顽强的意志 1963年12月5日 阿根廷赴伊诺斯埃里斯大学足球队 同北京青年队举行友谊比赛 阿根廷赴伊诺斯埃里斯大学足球队 是应邀来我国访问的第一个南美的足球队 12月8日 来自南美的另一个足球强队 乌拉圭大学生体育代表团足球队 同北京青年队做友谊比赛 这两次比赛加强了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会 展出了500多件产品 展出作品的作者有部队专业美术工作者 还有将军 新兵等业余美术爱好者 决战前夕 刻画了在辽审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决战前夕 毛主席指挥战役胸有成竹的伟大形象 拳 一股清拳流入统内 革命思想的源泉流进战事的心田 拳三大战役 爱民模范吴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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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画展充满着强烈的革命感情和时代精神 充分发挥了一支画笔一支枪的战斗作用 树立了美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医是胜利七场的职工们 发扬革命精神 积极管好棉田 为棉花增产创造条件 今年上半年这里遇到了冰雹 风雨虫害等自然灾害的袭击 职工们积极抢中捕苗 中耕施肥 灭虫 灌水和自然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不管是老战士 还是刚从上海来的青年 他们都干尽十足 忘我的劳动 经过精心管理 现在绵苗生长茁壮 牧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的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 它的根能吃 能做酒精和葡萄糖的原料 它的叶能饲养残 牧鼠残 牧鼠残生长很快 从卵孵化到节碱 只要十八天 每核约一万条的牧鼠残 可以收减四斤到六斤 牧鼠残的蛹 营养价值很高 残分可以做肥料 饲养牧鼠残 是一项很好的副业生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